英國宣布放寬BMO持有人在英國居留期限延長至5年 並再定居1年便可以申請入籍 中方對此表示不滿並考慮不承認BMO 新聞黨主席葉劉素宜在網上節目指 如果中方不承認BMO作為有效旅遊證件 港澳必跟隨並通報各國及航空公司 日後港人從外地扣機票返港將不能登記BMO 而航空公司又不承認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到時候有關人士如果沒有其他護照 將難以扣得回港機票 網民對此評論 這樣下去英國有可能會報復不承認特區護照 到時歐盟及五眼聯盟也可能跟從英國拒絕承認香港特區護照 到時搞到香港特區護照都沒用 因為如果入境、歐美、加、澳、紐等全部都要申請Visa 香港政府那麼怕香港人離開 不如學北韓不要讓市民離境好了 拉臨 香港人離開 馬車 日本人離開 イン 東京一 馬車 海